电话里的村民情绪激动 记者身边的男士面露难色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还要从交作市武志县 陶村村民陶先生的求助说起 这些村民都是200块钱是吧 这多了这出了个2000 对跟人家交错了 123200来那个11是27 男一人没踩着一男一人 一男权一到这个11出来 等于一这个案件卡了是吧 对 他这是直接把从银行卡里扣到吗 对 从银行卡口后扣出来27块钱 陶先生表示 他在帮村民康女士 带交城乡养老保险时 因为自己的失误 多交了1800元 而错交的费用 康女士明确表示不愿意出 这让双方关系闹得很僵 我不愿意 我那里有年纪 我一年交了一千万块钱 我交了我留着去 咱们这个缴费这个情况 很不满意是吧 你很死人 我给他交 我给他留着200块钱 他会交了27块钱 你要问我月底 你这这边物资楼上打个大电话 收着我 对这个失误也很失不满 很不满 嗯 那多出的1800块钱 是存到那个社保账户里了 还是怎么说 是存到他隔音的账户里了 现在人家不愿意 陶先生表示 他好心帮忙却办了坏事 自己损失了1800元钱 还坏了和村民之间的关系 那么 这错交的社保费用能否退还呢 为了解决问题 记者随后来到了交作武志县 西陶镇社保部门了解情况 像这种交错的话能不能退 这也我们想问一下 像这种 那个团那个借户在人身上 尤其是在水火上带着的 人家说现在脚刀踩上 掌火上一股 四分钟能够团 现在他们这一股 鞋里面这一股 也没有这个相关的账户 一般来说 这个农村交的话 我们年是交200是吧 在那里 1800块钱 15档 这只算一年的这两千 对了 这一年 一年就是1800块钱 15档里面 你不管交那一档 都可以 等于他这2000 没法分开 他不能分 他现在就是 这一年商场是两千 他这一年的账户 做的两千 我说这村民不便宜 他要是能分开的话 估计他能分开来 他看着肯定没有意见了 根据西桃镇社保部门 工作人员的回复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 交费范围 在200元到5000元之间 实行多交多受益的原则 因此 陶先生2000元的交费 在他们看来 属于正常的交费 陶先生表示 之前 当地的税务部门 已经为他开具了 交费的相关证明 记者随后来到了 交作市武志县 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 做进一步的咨询 这个怎么说呢 不是说谁违规操作了 或者咋回事 人家说他这个没错 只能向上面呼吁 向上面反应 自己解决不了 我们也很委屈 等于目前没有这个 退款流程是吧 没有这个 对 如果是能为老百姓办这个事 咱们肯定就办了 是不是 实际上和这个费务上 人设上 基本上没啥关系 鼓励老百姓多交多得 长交多得 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觉得是 他帮别人代交的 跟那个代交这个人 说一下 让他把这个钱 补上就行了 老百姓他一点都不吃亏 在他的账户上呢 他的账户多了 到最后他 就是最以后 令养老金的数也多 武志县居民养老保险服务中心 的工作人员解释 目前 这笔钱已经成功分配到 村民的个人养老账户上了 按照工作流程 确实没有办法退还 他们表示 愿意派出工作人员 到村里 帮陶先生和村民康女士 做出协调 第二天 陶先生来电反应 经过当地社保部门 工作人员的协调 他的问题已经成功解决 现场后来 等会政府现在干的 大队数据都出没有了 我和康女士协调后来 都得他回家把车退给我 行行行 谢谢你啊 这次的咖啥